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阿清来到怡保不闲喜洲新春 怡保的豆芽持名马来西亚 是因为怡保的水非常好 原来怡保出产的豆制品也很不错的 今天阿清带大家参观一家超过百年的豆腐厂 传统工艺制作 豆腐细腻香嫩非常受欢迎 而且还出口香港 台湾 越南等国家 走 我们现在就去看一看 听老板说这是前一天泡好的环豆 等一下拿来磨 开始磨环豆了 磨出来的环豆泥很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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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绿那个豆渣的哈 是是是是 是本地的人要的还是 他是台湾人来的 台湾人啊 他在这里有工厂的 出售给他啦 做到卖给他 他拿来包装 继续外国去用 这些磨好的豆泥呢 等一下还要加水打豆浆出来 你看打出来的豆浆挺浓的 这个绿出来等一下要煮就对了啦 是是 人家拿来拿干它都拿来煮哦 哦 这个啊 我了这个钢才放进这边来打哦 你的历史山多久了啊 一百零多年啊差不多一百银哦 差不多一百多年啊 一百一四多年 差不多 很长哦 现在到我的手啊第三代哦 第三代了啦 这样子你的豆渣要放哪里去啊 到外面去 给印度人他们拿来养牛啊 养啊 哦 这些都是打好的豆浆 等一下拿来做豆腐啊 豆脯啊 呃 豆奶啊 这些咯 这上面的泡沫 他们都是不要的 那现在做的是什么豆腐啊 豆腐泡 豆腐泡 豆腐泡是40kg 啊 白豆腐跟别的豆腐又一样 啊 做几种 三种啊 三种 白豆腐 炸豆腐 葱油豆腐啊 豆奶哦 哦 哦 他们加了一次水打钢 然后再加一次水 再打钢 听老板说 每天的黄豆是要一百七十多公斤 如果有做工厂的话就比较多 三百多 哦 有做工厂的三百多哦 哦 差不多接近四百这样哦 是黄豆的重量啊 哦 只是那些黄豆的重量哦 哦 哦 没有的话就是一百多啦 哦 现在开始煮豆奶了 这个瓣呢 就是煮豆奶的瓣 他等一下会吊上来的 看出来啊 哦 现在已经滚了 哦 现在开始滚了 差不多的 这个是做什么呀 这个是做豆腐的颜料 哦颜料 啊 这个盐水啊 盐水从中国来的 哦 山桶 山桶 哦 就这个哦 哇 为什么要用中国的呢 啊 因为中国的是做出来是比较美哦 泰国都有 泰国的做到是 做不到 很多人都没有用了哦 这个是 中国山头来的 山头啊 哦 这一桶煮好了 拿掉泡沫 放盐水下去做豆腐 这个是做豆腐 啊 这个是做豆腐 啊 豆腐 啊 是 现在他们要这个 要他这个板 啊 啊 好 現在這個滾掉 換到模具去壓水 這一波也滾了 嗯...這個很快的 又滾掉 聽老闆說 這鹽水是做豆腐的主要原料 把布蓋在模具上 然後放嫩豆腐壓水出來 變豆腐 就要做豆腐 就要做豆腐 然後就要做豆腐 就要做豆腐 就要做豆腐 在裡邊 要做豆腐 在這裡 就要做豆腐 等一分 这些等一下还要再切做豆腐的 开始炸豆腐了 炸豆腐了 炸豆腐的炸豆腐 它只是放盐 为什么就很脏呢 因为它会发脏的 会发脏的 还有放什么进去的 没有东西放的 就盐放下去 盐脏的东西 这是盐脏的 这是盐脏的 磨出来的 我刚才跟你讲 那个是盐水 比如我讲要拿泰国的 它根本上都不会盐 整粒好像大那边一样切到 不会长大 不会放 又炸到金黄色就行了 不是 也要看它里面熟透了没有 好像是怎样啊 好不好啊 是我们用手啊 插上去 插上去就可以 这样子就行了 这样子就行了 哦 也要听它的声音是比较糙的 嚼的时候啊 现在熟了 要放这里了 这就是如果它弄到水色 整个动作啊 会发脏哦 发脏啊 哦 不能弄到水 哦 这个就是放豆腐的模具了 哦 这个是做豆腐的 哦 是 嗯 一般豆腐里面还有放什么下去啊 啊 石椒粉 石椒粉啊 啊 今天做的量都是麦啊 还是 屁花来拿 有麦又有屁花 哦 有麦又有屁花啊 哦 是 刚讲有些地方的水啊 啊 跟这边是不一样的哦 哦 哦 做出来是很多人讲 为什么做到是不一样的 我们 我们做了这么久啊 有以前有教过一个人啊 在这里做的啦 教他 他回到他的地方做啊 做不到 哦 水质不一样 哦 水质是不一样哦 这桶是做豆腐的 等一下要放石膏 水质 这个是 石椒粉 石椒粉 是 水质 擅好石膏的豆奶呢 就不要去冻它了 等它凝固 不需要像豆腐一样搅拌 这一锅也是豆腐啊 通通都是啊 哦 那豆奶呢 豆奶妹 后面那个 哦 后面一口 有时候我们一路在这里做啊 一路卖哦 哦 哎呀 现在是煮豆奶的 豆腐凝固好了 要把上面比较粗的给拿掉 下面的就比较滑了哦 哦 是 豆腐法跟这些是不一样的 嗯 这个泡沫啊 一定要 要不弄走的 哦 是不弄走啊 你的豆腐是 你这样直接啊 马上去晕啊 喝 它怎样讲 比较粗啊 哦 因为这个泡沫是 比较粗哦 一定要弄走哦 哦 要看到肉的那种的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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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 豆腐来讲啊 它很 很明显啊 它会很很快 酸哦 哦 酸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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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豆腐包就 没有 哦 是可以 好像啊 你早上买到 直接回KL啊 揪货啊 没有问题 哦 哦 因为那个是 它已经熟透了 哦 这个 它怎样讲 太熟也不可以的哦 是我们有时候 煮到太熟啊 它又很粗的哦 不滑哦 开始做豆腐了 好像这些就比较滑 滑一点了 嗯 对 下面的就很滑 看过去 有点像豆花的感觉 哈哈 吃 吃 吃 不一样 口感不一样 哦 这样一桶可以做多少片的豆腐哦 啊 百多 百多块 这个是 一个 模型啊 六十四片 六十四片 哦 现在有 我烫的这么高来讲啊 嗯 等一下我一压下去是 肯定啊 会怎样讲 比较 薄一点哦 哦 对 哦 一层一层上 哦 一次上两 两层哦 哦 也不可以有太多的哦 太多层了 太多层了 它不会别人了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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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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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葱油豆腐 太粗的都不要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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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一块卖给人家多少钱啊 两块半 大 大根 两块半 哦 对 哦 这个小块的 嗯 嗯 这样子 现在这个放下去等下包装就行了哈 对 ok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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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好 这个都奶了 有放了糖了吗 放了 放了 有 这一包是多少钱啊 一包两块 那现在好了 嗯 都压好了 哦 要缓一下哈 哦 要缓出来才可以拿 拿得到它了 哦 哦 现在就一块一块了 哦 买了硬的嘛 嗯 这豆腐还蛮嫩的 哦 哦 暖暖的这些 对 嗯 我们这里这个叫白豆腐这种 这种叫白豆腐 这种叫白豆腐 嗯 嗯 水豆腐呢 是这个拿来包汤啊 哇 好吃哈 好像这么大片啊 它包起来这么大片 会膨胀 嗯 还会膨胀啊 还会的 还会的 哦 是这种 就不会 哦 这种不会 这个会膨胀 这样子一块多少钱啊 我们马上卖一块钱了 一块钱啊 嗯 哦 看过去很嫩哦 这些豆腐还需要泡冷水 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炸豆腐了 好 切好的豆腐等一下就开始炸豆腐了 这样子就行啊 哦 这样子就行啊 哦 哦 哦 要换到水里啊 哦 给它冷嘛 给它冷嘛 给它凉一点嘛 哦 要换到水里啊 那炸好的全部放在这里 那炸好的全部放在这里 这样子挺腾松的哦 刚炸出来的豆腐都很香 很好吃点 它里面软软的 不会粗 它是越嚼越香哦 不会像有些豆腐那里面好像很粗的感觉 它比较细腻 刚炸起锅的豆腐呢 豆香味浓郁 口感外酥底的 不油腻 比我平常吃的豆腐都好吃 怪不得那么受欢迎 好了今天阿金就介绍到这 下期再见